林晚榮和巧巧聊天的时候 听到巧巧说 自从那次郊游回来之后 不知为什么呢 洛宁就病了 有时还发了开口梦 叫着不知道哪个大哥 大哥这样 林晚榮听到心头忍不住一跳 洛宁这个小丫头 居然发梦里面叫大哥 居然这个大哥是谁 居然使他这么牵挂 但是 都未来得及他仔细问巧巧的时候 那边 洛宁身边的贴身侍卫 也是以前皇宫中的贴身侍卫 高手过来请他 说洛宁就紧要是找他商量 两个人一出门 骑上马就直奔城外而去 林晚榮就见到很奇怪了 忍不住问高手 为什么居然会出城外呢 然后这样才知道 这一阵 洛宁是因为公务繁忙 已经有很多日没回家 哦 这样说法 大半个人的时辰 来到一次山脚 这树山势非常高 地形糾销 很不容易爬上去 但是山上它是 汤松脆怕的飞禽走兽 小溪流水 哇 是 景致真是非常好 路落都挺懂得找地方的 山清水手移埋中骨 啊 有志气 有气质 高大哥 大人在这儿干什么呢 难道他要学被身在世外桃园 在那儿钓鱼耕田 高手笑一笑话 公子你真是说得有趣了 如果真是可以被身世外 今天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不过 恐怕大人他哪里得闲呢 林满荣田的心打了一个突 咦 听高手的意思 路落就不是在这里隐居 这样 当然在这里避人耳目啦 哦 搞得自己这么神秘 难道要做什么大事 一想到做大事 他当堂就欢喜 路落现在还有什么大事呢 无非就是剪除情德 剿灭百年教 高手带着林满荣 顺着一条秘密小路 沿着山岩直上 幸好现在的林满荣呢 已经得了一身功夫 所以都不用浪费多少的力气 已经爬上山坡 上到山一体 四周围人影闲闲 都是那些穿着一身竞装的 很飘悍的大汉 飘悍的大汉 起码都有成百多人 个个人都目光炳炳 一看就知道 这帮人的功夫绝对不矮的 他们 正在四周围巡逻 看见高手回来 都只是对他微微一点头 立声不出 林满荣 林满荣看这帮人的气势 高大哥 这些兄弟和你一样 气势非凡 仪表堂堂 恐怕 都在皇宫里面派出来的高手 这个马屁真的拍得很舒服 高手笑笑 公子真的很眼力 既然被公子看出 那我也不隐瞒 这帮都是我以前在皇宫中的下属 这次是跟着一个大人物来金铃的 大人物 难道皇帝来了 林满荣听到这里吓着一跳 但是跟着 他自己定神一想 如果真的是皇帝亲自来 又怎会一点动静都没有呢 更加不可能住在这个 几乎不可以避风遮雨的山坡 高手说的大人物 你应该是徐卫吧 徐卫是当朝的第一众神 这次来江南 又是做一件这么紧要的事情 安全当然是众中之重啦 不用说 洛文这几日 肯定是住在这个地方 和徐卫是经常议事的了 林满荣一路落出山坡 见到前边有几间很整齐的茅屋 洛文是挺着大肚腾 在屋里面走出来说 林公子驾临 洛文又失远迎 书罪书罪啊 哎呀 你的老人现在都跟我打官腔了嘛 真是虚伪了 哦 什么说话呢 洛文 洛文 你身居流失 心怀天下 真是令到我们这帮年轻小辈 觉得非常惭愧 好值得我们学习啊 大家厚视心非感客套了一番 洛文带着林满荣入屋 屋里面的摆设都很简单 只有几张桌椅 哇 大人 这段时间就住在这树啊 果然很朴素啊 洛文叹了一口气 有不计呢 为朝廷做事 一定要鞠躬尽水死而后矣 皇上交代我要做的事太多 如果一不小心 就怕着坐着坐 所以只能够找一个小人打扰的地方 那树山明水秀 我这把老骨头就要扔在这树 这样都不枉了 洛大人 不想再听你表忠心了 我们简单些 你叫我来到底有什么事呢 哦 洛某是想请公子来商量一下而已 前几日 我遇到一位老友 他谈起公子 这个老友对公子简直是赞不绝口 说你骨骼清秀才学非凡 第二 肯定是人中龙凤啊 所以叫老夫好好跟你结交一番 林公子 你知不知道他是谁呢 林晚宁一听就立即假扮糊涂了 啊 有这种事 哎呀 那不知是哪位高人 这么看重我呢 哎呀 惨愧 惨愧啊 诺敏眉眉眉眉一笑 林公子 我们无谓这些谜语了 你几日 我和徐大人 一直都住在这树 商议一些大事 林公子 你有没有兴趣听门呢 哦 原来 原来徐大人啊 真是失敬失敬 大人要跟我说什么事呢 在下只是个小人物 如果听你的机密大事 喂 大人 你会不会灭我口呢 哎呀 都是不听好了 诺敏听就笑了 哎呀 林公子你真是会说笑 你被这么多贵人保佑 谁敢跟你作对啊 他一边说 一边呢 就将墙上盖着的一堂点 扯了下来 林万榮一看 哇 原来墙上面贴着的 是一幅军事地图 这幅地图的画工 简陋了一些 但是 山川河流都标注得很清楚 路程的远近 也都有详细的说明 林万榮看了一阵 咦 咦原来老落老取这两日 在研究着军事地图 咦 他两个本来是文官来的 又不是武将 这些东西 难道他们看得明白 诺敏看一看他的眼神 已经知道他想什么了 文长先生的文韬武略 无日不精 这幅图是他亲笔画的 近几日 他召集了几个将领 来看这幅地图 想一些千灭百年教的良策 下官就在此陪着他 哦 不怪得了 这几日 看来徐文长就真的在这儿和洛敏商量这件事 林公子 你不是爱人 文长先生临走的时候说过 凡事不好闻你 于是老夫就老实跟你说 百年教现在越来越猖獗 对我们大话的威脸 对我们大话的威胁渐渐增大 已经到了飞锤不可的地步 相信林公子 相信林公子都必定清楚了 百年教之所以雷禁不绝 就是因为背后又人撑腰 而你这个人 地位是绝对不低 来头也绝不简单 除了百年教之外 据我们所知 他和现在 在我们北方虎视 丹丹的外族 也都脱不了关系的 什么 林满榮吃着惊 哎呀 想不到 百年教的后台老板 将事情越搞越大 喂 你搞的内患不紧要 但是你勾结外敌 那就真的认真该死了 洛敏好郑重的点点头说 没错 你猜旁大的外族势力 就要卷土重来 如果是这样 到时候 内有百年教作乱 外有外族入侵 两面夹攻之下 我们大华社稷就不再说 连我们整个大华民族 也都恰恰可危 你说 你这个人 为了一个人自己的利益 甚至是 多么深沉 多么歹毒 不但祸乱朝野 还要引狼入室 将我整个大华民族 置诸不顾 这些人的狼子野心 凡我大华子民 都必定可以注资 林满明 没出声 好像这些事 历史书上都不知写了多少 他也都见怪不怪 诺文讲到这里 一摆手就说 所以 为了要应付明年 外族的入侵 今年百年教 必定要铲除 就是今年冬年 也都是这几日 散东浙江 两地的骑营 暴营 将会联合行动 以徐大人为需 一定要全千百年教 唯有彻底跟徐内患 这样 我们大华先无后顾之忧 可以全力抵挫外敌 诺文连时间地图都 都说给林满明听 那显然 就真的将他当成自己人了 诺大人 我一点都没有怀疑 你和徐大人的决心 但有件事 我想请问一下 为什么不调江苏的兵 偏偏要调浙江的兵马呢 在下 真的有点不明白了 哈哈哈哈 林公子啊林公子 那你只是想笑一下奴夫而已 为什么不调江苏的兵 你自己还不清楚吗 情得你这个人 泛安累累 和百年教几番勾结 但是偏偏他够硬撑 几次我上书要参他一本 都没办法参倒他 说起上来 都是奴夫无能啊 如果要调他手下的兵 真是有令难肯 就算真是调倒他都不可以和你同心同德 哎 老夫 愿对皇上 愿对江苏父老啊 喂 诺大人 我看你调江苏父老啊 以我来看 你要搞定情得都不是那么难而已 眼下就有个大好时机 啊 公子 快点说 诺大人 我想问你了 你和情得斗了这么多年 手上应该有个贪装枉法的罪症的啊 当然有了 如果不是他后台有人撑腰 我早就基本参倒他了 参不到又有什么关系呢 杀了他就行了 杀了他 怎么杀啊 是不是要像情得这样 跟汪洋大道勾结 这样来暗杀他呢 只要能够打倒情得 就算真的跟汪洋大道勾结 也有什么所谓 诺大人 情得做了这么多恶事 为什么 你一直都参与不到呢 照道理来说 就算情得背后 有的人做靠山 但你背后是谁 是当今皇帝 对方的权力多大都好 他怎么都大不过皇帝 皇帝对你有多信任 我其他也不知道 只是知道 洛老太生日那天 皇帝亲自恥与扁眼 又安排这么多公众的护卫 来保护你的安全 那依我所见 皇帝对你一定是非常弃重的 但是 面对自己弃重的人 不停参与贪官 皇帝怎么无动于冲呢 嗯 洛敏眼里正光一闪 林公子 果然见解非凡 老实跟你说 徐大人 也都跟我提起过这件事 不过 他也说得比较隐悔 后来他还特别提到 公子你的名字 看来 文长先生 早就知道 林公子 可以解去我心中忧愁 公子 你快点说下去 不怪得了 我说 为什么诺问这条老狐狸 会这么急来找我呢 原来是徐卫面授的基儿 唉 不用问了 这个徐文长呢 肯定是有些说话 就不方便讲明白 那才要我来转弹 这个老徐 真是够狡猾 既然是这样 诺大人 你有没有仔细想过其中的原因呢 唉 我们围观之人 又怎么能够不揣摩当今的意思呢 情得他探装枉法 证据确作 皇上 为什么会假裂看不到呢 不止是我 连其他很多同僚 都感到很奇怪 你说如果前几年 皇上近机未寻 时机未到 所以不动得他 那还讲得过去 但是现在 莫说程德 程德背后的主子 皇上早就不怕他了 正是要斩断他的手脚 孤立他的时候 但是为什么不动手呢 何况 程德现在和百年教勾结 已经的证据确作 这个人敢做法 简直是动摇我大话根基 如果再不搞定他 那真的讲不过去 诺大人 那就是了 我看 未必是皇帝不急 江山是他的 他会不会不在乎 当然比你还要在乎得多 他怎么能留下 程德的祸害呢 现在内有妖孽 外有强顶 照我来看 皇帝不是不急 是在心里面 比你还要急 啊 皇帝 他比我还不急 诺敏听到林万榮这样说 自小思索了一阵 面色忽然间一松 啊 我明白了 林公子 就好像你所说的 皇上不是不想办这件事 而是被任何人都想搞定这个情德 只不过 要搞定情德 就不是一时一日之功 我用正常的途径来参咒他 效果太慢 如果拖下去 对朝廷更加有害无益 所以皇上敢先不办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皇上是要我一击 而经穿功 哈哈哈哈 没错了 所以 皇帝他一边不查办情德 但是同时不断地加奖你 目的呢 就要继续做下去 如果我猜得没错 你的手段越凌厉 皇帝就越喜欢 最好 一次性解决了他 那 我看皇帝发梦都会偷笑啊 越凌厉 皇上就越忠意 皇上是要我杀 我明白 我明白了 怪不得徐先生不肯跟我说清楚了 林公子 你简直是一言惊醒梦中人 老夫佩服之志 哎呀 林公子啊林公子 如果你能够入朝为官 我想你将来 必定会飞黄藤达 风皇拜相 就只日可待啊 多谢了 洛大人 我对做官都没什么兴趣 只要整世有钱洗 平平安安 那我就心满意足了 哈哈哈哈 林公子有这么高远的志向 老夫实在给不了 但是 林公子 还是要你教一个 我怎样可以日激而成功 处置晴德的办法 徐大人他这次来金陵 身上带了什么 圣子 金牌 和兵符 徐大人他有些说话 就不方便说而已 其实 有这几样东西 足够可以搞定晴德 徐大人他调动了浙江 和山东两省兵马 手上有重兵 日日金牌在手 照洛大人提供罪证 就算徐大人直接去捉晴德 这样 晴德他又可以怎样呢 得个江苏布奇影 他如果够胆反抗 正好 什么借口都不用 直接杀了他 但是 如果他不反抗呢 不反抗 洛大人 你难道不会想个办法 使他反抗吗 你说 皇帝罪忌毁是什么事 当然是有人谋反 那就是了 晴德他做到江苏都指挥事 那家企应该不会小吧 我看洛大人手下有这么多奇人意识 在他家后院仔细地找找找找 肯定找到什么金刀 玉璽之类那些好玩的东西 身为武将 受压兵冰拳 已经是野人猜忌了 如果家里又被人找到什么谋反的罪证 莫说他真还是假 你说 这个受压重兵的晴德 会坐在那等你捉他 因为盼死反扑呢 洛文听到真是道级有冷气 哇 这个林公子虽然没有入官场 但是 玩你的官场狠招 比自己的重要力量很多 晴德的手下的兵马不是那么多 说他谋反朝中 恐怕没有人肯信 如果真的杀了他 这样对朝廷对刑部 我就怎么交差好呢 洛大人 人家信不信是一回事 但是这件事 你应不应该做 又是另一回事 你现在明白了吗 徐大人为什么有些说话 不肯跟你直说呢 不过 我想他还有一句说话 应该告诉你 就是你捉晴德的时候 要死 不要生 是不是